其實頭髮出來的時候我已經看到 哈哈哈哈 Oh my god 然後我還叫我老公 Oh my god Check it out 然後我老公 我也不知道他應該嚇得呆了 因為沒有人猜到 我真的在的士上 每個人都以為是 我純粹有點痛 但是很誇張 今天就是我女Soy的滿月 一個月前的今天 我就在的士上生了她 由我剛起床4點3 到的士到我們樓下 其實是4點9 這半個小時 其實我們已經分秒必真了 其實已經是30秒痛一次 我臨出門樓的時候 還是扭著桌子 蹲在地上 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 然後一不痛就馬上抓了老公 走呀去按升降機拿東西 一不痛就很理性 真的完全不痛 整個人都頂了 然後就馬上的士 他覺得是我誇張 他當時也不敢這樣說 他不斷在說一些很安慰性的說話 在鼓勵我支持我分散注意力 突然有個位置好像 整個保齡球這樣聚了下來 然後我就說 糟了好像已經關了 嘩這樣 司機還帶了電筒給我老公 然後看著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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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老公說 你還沒關了 你還沒關了 你別這麼害怕 然後我就摸一摸 然後我一摸 是硬的 我摸到額頭這個位置 我真的摸到骨子 捅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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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捅 但在姿勢中 一對的時候 其實嬰兒的頭就一摸 這樣就跑了出來 然後身體就在一下一下 鎮痛的時候 鎮痛是這樣收縮的 一捏 他就成功這樣 感覺到他的肩膀 鬆一鬆 就成功好像腸粉一樣 跑了出來 然後就降落在椅子上 然後就說 但其實我自己已經很快地 抱住他上身 很自然動作 抱住他上身 幸好我們戴了毛巾 毛巾就是這樣 扔在酒腦袋上 我抱著女兒 一手就拿毛巾這樣搭著他 然後我就靜了 不知道他有沒有哭 總之一上了手 當我們回魂看著他的時候 他那一刻不是在哭 他就唯一唷 兩秒之後 他就嘩 這樣 我們就放心一點點 我老公之後告訴我 一分鐘分半鐘左右 我們就去到馬力醫院的急症室門口 由我去廁所去到醫院 是40分鐘 45分鐘左右 所以 也不是很累 他拿走了我的寶寶 我又沒甚麼感覺 一生完就沒事了 不痛了 然後就中招了 寶寶的磁帶 拿走了寶寶之後 原來下一步 他會推回我的胎盤出來 但問題就是 我已經沒有了腎痛 沒有了子宮收縮的東西 所以 變成我的身體 就不懂得推胎盤出來 最初就很痛 然後越來越痛 然後又說 嘩 怎麼這麼痛呢 然後醫生就說 你這樣是會很痛的了 你當自己生雙胞胎吧 我問蛤 要當自己生雙胞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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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